這次開到國道上大片的紫斑蝶 在天空中翩翩飛舞 他們正要遷徙往北移動 國道3號陵內路段 是紫斑蝶每年遷徙的必經之路 下了好幾天的雨 天氣終於放晴 紫斑蝶群大量爆出 趁著天晴要趕入北移 每分鐘250隻的時候 就開始進行國道外線車道的封閉 大量這個紫蝶在當它穿越 整個高速公路的時候 避免氣流造成 它們被車子去撞到 每年的3月到清明節前後 就是紫斑蝶迁徙的季節 紫斑蝶生態保育協會 直接在雲林縣林內鄉的出口段 設置觀測站 只要每分鐘紫斑蝶同時出現 超過250隻 高工局就會及時封閉國道3號 250公里到253公里的 外側車道和路間 減少車流車速 保護紫斑蝶能平安通過 我在這邊瞧瞧 種了一些蜜蜜 有一些紫斑蝶可以看 不能在國道上賞蝶 可以往國道下移動 在林內鄉觸口的福高寒洞 香工所在這裡種植了 大量的蜀葵花 正是最佳的賞蝶地點 超級多了 遊客趕上紫斑蝶聚集飛舞的盛況 追著紫斑蝶跑 小朋友超級興奮 超級興奮的 來 你有看到蝶蝶害死頭了 林內香工所也在清明年假 要舉辦林內紫斑蝶祭 民眾可以到現場賞蝶拍照 電影要提醒大家 別用捕蟲蝶或是伸手去抓打擾了此班碟